旅行是許多人嚮往的事情 旅行是許多人嚮往的事情 能夠到處吃喝玩樂 更讓人覺得開心 有時候旅行需要的是一股衝動 帶著一顆年輕的心 玩遍世界更地 我是Yumi 我是海獎 我們是天氣女孩為了高 旅行就是要說走就走 跟著我們出國去吧 HIGH LET'S GO 今天我們要繼續在雲仙冒險 為的就是要遠離城銷來個深度旅遊 來日本玩不再只有東京跟大阪 這種大城市的選項 這裡真的超美的 雲仙位於島原半島的中部 它可是日本第一個溫泉國家公園喔 所以絕對不能錯過這裡的溫泉啦 沒有錯 今天不但要去小冰煮湯 還要享受天然的海上溫泉 豐沛的溫泉量 讓人泡了通體舒暢呢 世界各地的背包客 更是慕名而來喔 我已經本不及想泡湯了啦 今天就讓我們來體驗一下 道地的日本人生活吧 Let's go 这么晚 我们还跑出来干嘛 大剑上要带我们去哪里啊 我也不知道耶 但这条路好像有点眼熟 先跟着他去看看再说吧 大剑上 我怎么觉得这边我们 不是已经来过了吗 对 没错 我叫余山地狱 余山地狱 必须要去 夜游 一定要夜游 一定要有这个行程就在门 不行 好开心喔 赶快走 走 快没有 不要啦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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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打 走 走 好黑喔 我们 第一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 要去哪里 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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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哪里 啊我们白天的时候有经过这里啊 就是 雀 雀地獄 為什麼這裡是雀 你就叫做雀 你叫 el him 他雀的意思會不會是 因為 因為 Special vorher聽到那個聲音 所以 才會叫做雀地獄 就是因為 他說那個聲音 很像 是 是 是 好 很像 你們這樣是不是有在解釋 是 雀地獄的名稱由來 就是它字面上的意思 因為當地人覺得 從地底發出的聲音 很像雀的叫聲 才這麼命名 雖然夜遊地獄 事到雲仙必來的行程之一 但晚上要我一個人來 還真的不敢耶 等我等我 快到了喔 快到了 不要 不要到 不要 要到 到了 可是白天的仙境呢 我們都看不到你們要慢慢走 對 你們還吃著這個肉 還吃什麼 真的嗎 等等 嗨 今天是慢 就是我們吃溫泉蛋跟珍珠 珍珠 蛋豬七歲 是不是太... 我太害怕了 你吃了幾個了到底 我太害怕 你吃了幾個 我吃了幾個蛋豬啊 他已經忘記了 蛋豬忘記了 Yumi 你真的很膽小耶 夜遊 光溫泉公園 又不是試膽大會 怎麼講話都語文倫策啊 不...不是啊 這裡黑漆漆的 連一盞燈都沒有 整條路還霧茫茫的 而且剛經過 歐伊托地獄 我一想到 白天講的七美愛情故事 在這裡被處決的歐伊托 就有點心驚驚耶 到了沒啊 這裡還滿高的 大劍莎 可以... 我們要到了嗎 快到了快到了 他每次都說快到了 沒有記號了 下一個地方 見到了沒有 有啊 這是什麼聲音 對 大叫喚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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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有名的大叫喚第一 沒錯 我真的聽到 有大叫喚的聲音耶 有沒有啊 有 你要帶我們去看看嗎 快到了 走吧... 來... 等我... 小心... 下樓梯... 下樓梯... 到了... 你看... 哪裡 對啊... 所以嘛 我最下的地方是這裡 大叫喚第一 最有名的地方 這個... 這不是這裡 最有名的 難怪樹立一個 這麼大的一個牌子 當然 我們去看看 好... 很新鮮 我覺得很新鮮 因為白天跟晚上的那個景色 嗯... 還有感覺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對 白天真的很漂亮 它是一樣抽抽的啊 這就是這裡的特色 我覺得很香 對 而且現在因為是晚上 所以聽到這個聲音 會有那種不同的感覺 嗯... 所以這個地方的名字就是 哦... 這裡叫做 是這個... 好嘞 你們要玩幾次 我懂它的意思了 就是大叫喚第一 大叫喚第一 最有名的 對 大叫喚的梗狗 沒抓喔 沒關係 我們要... 但剛剛滿有默契的 不錯 對... 大叫喚不愧是雲山地獄裡 最活躍的一個 從地底突然發出 哦... 啊...的聲音 在黑夜裡聽起來 特別的嚇人 哎呦 有我跟大叫喚陪你 有什麼好怕的啦 不過地獄之旅 也差不多該結束了吧 雲山地獄 冒險成功 好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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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我們是威力哥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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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來... 來... 哇... 煙火好美啊 沒想到這次來 剛好碰到雲仙溫泉的祭典活動 璀璨的煙火照亮整個雲仙夜空 超浪漫的 我們真的是太lucky了 今天睡覺應該能做個好夢吧 我們 永遠謝謝傳說 有世界 為我們感動 大膽瞄著半吃未來天空 乾脆乾風就有夢 好啊 天天煙氣滿天 讓微笑多一點 熱情無限 昨天有沒有睡飽啊 當然有啊 所以今天一早就把你挖起來逛溫泉街啊 這條老街超有日式風情的 而且很多小店可以逛 還有各種雲仙名產可以買 我們再多逛一下好嗎 我們不能逛太久啦 大街上還在旅館等我們 他說等等要帶我們去一個很浪漫的地方喔 你看他們那種人在進去 天氣很好喔 大街上你現在帶我們這裡 要去哪裡 人帶體站 對 所以我們是要去搭火車嗎 對 現在是大街上帶你們去快樂的旅行 我最喜歡搭日本的火車了 我也要搭 我要搭 走走 耶 快 快 快 你看波哥來了 好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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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邊 出發 好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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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們這個是紀念車票 你看它上面第一個是信站 聽說剛剛大街坊有跟我們說 日本只有唯一一個站叫做信站 那我們待會要到的呢就是 愛夜站 然後它上面寫的是無妻就是 信就是幸福的意思 無妻就是我的妻子 就是如果你老公很愛你的妻子 你就去 你就要拿這個紀念車票 然後獻給你的老婆 將幸福獻給我親愛的妻子 這個幸福紀念乘車券 跟台灣的追分成功火車票 有異曲同工之妙耶 嗯 而且我超喜歡日本鐵道旅行的 坐著可愛的黃色小火車 沿途欣賞有明海的風景 好像真的要一路奔向 幸福的地方去了 來到了 我們的Happy Time怎麼樣呢 好一路上風景好漂亮 有海 然後還有矮房子看了 心情好舒服喔 好多認識的小房子喔 好想要住在裡面喔 真的 真的 真的嗎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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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裡是 這裡 這個地方的名字叫 愛野站 愛野站 就是這裡啊 哇 而且它整個建築 P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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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看它的門口也是門 好色的 嗨 嗨嗨 重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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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後面 你看得懂吧 愛情的愛 所以說這一站的意思就是 幸福的 充滿了 愛 嚇我一跳 難怪我聽說很多日本的情侶 都會來這邊拍照紀念 紀念他們的愛情 而且聽說過來 情侶來這邊之後呢 他們的感情會更鑑定 有這麼說嗎 我覺得我剛剛看到上面啊 它是一個粉紅色的教堂耶 好可愛 它上面還有一個 賤喔 像賤的那個形狀 真的 然後配一個愛心 啾 害我都想戀愛了 那你跟我戀愛啊 來 吃一個 對… 愛野站所在的愛野丁 因為發音跟日文的 愛野一樣 所以成為著名的戀人聖地 在車站就能找到許多關於戀愛的 甜蜜小細節喔 真的 光是布滿粉紅色星韻草的教堂外觀 還有造型像愛神丘比特建的風向儀 充滿粉紅色泡泡的氛圍 真的會讓人想戀愛啊 做一趟島園鐵道到信站 愛野站 無期站逛逛 一定會帶著滿滿的幸福回家 那…那看完風景 應該吃點什麼了吧 蛤…又吃 你…真的是喔 不管到哪裡都能想到吃的耶 好啦 剛剛大街上有說 要帶我們去小兵溫泉街上 吃一個超厲害的冰淇淋 據說他們是用每日獻籍的鮮奶 和小兵特產的天然鹽混合做出來的喔 而且口味很多 那還等什麼 走吧… 來…這… 紅色… 這不是… 冰淇淋… 冰淇淋… 要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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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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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淇淋耶 嗨… 女生正在吃甜點了 沒錯耶 再冷都要吃冰 沒錯 大街上你要推薦我們吃什麼口味 好的… 來… 來了…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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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你還有嗎 對嘛 三個人都會分到 開什麼錢呢 我… 我有吃過 鹹的牛奶糖 它吃起來就像鹹的牛奶糖 的味道一樣 欸 好吃耶 不甜不膩 它還敢來囉 我是直接含下去 其實台灣有那個奶鈣綠茶 它也是甜甜鹹鹹的 只是它做成冰淇淋 然後又是很濃厚的牛奶味 這就是你最懂了 因為你最愛喝 綠茶 你一點 來吧 好 吃了嗎 吃了 吃了 摔下你了 真的喔 而且重點是 現在耶 你看 非常 非常的濃稠 真的它要很濃郁 它才不會掉下來 好害怕喔 好害怕喔 那我來喔 好 算它們真的是真材實料 難怪大建桑會推薦我們 來吃這間冰淇淋 加了鹽 不只讓牛奶的味道變得超濃郁 吃多了也不會膩耶 超正點 我吃了都幸福的翔轉圈圈了 有機會來小冰溫泉街 這個甜點 絕對必吃 Yumi Yumi 吃完甜點了 我們接下來要去哪裡啊 都看到海了 難道是要去 既然都往海邊走了 你還問 那裡有專門滿足小米這種 貪吃鬼的地方 Let's go 嗨 嗨 嗨 大建桑 這裡是哪裡啊 這裡 聽過嗎 什麼 征服料理店 征服料理店 料理店 顧名思義就是吃的嘛 對 吃的 太好了 大建桑 這個原生是自己拌的 就是應該說 香土料 你說 征服料理是 雲仙市在地有名的 香土料理 是這個意思嗎 可是 你有沒有聞到一股 溫泉的味道 有嗎 有啊 後面有散到一股 對 沒錯 有耶 真的對不對 所以你說征服就表示 它是用蒸的 那你的意思是說 它是用那個地熱 然後蒸煮食物嗎 對 嗚呼 好聰明 而且聽說這裡有 它的海鮮 蒸海鮮特別有名 特別好吃 對 你看 前面就海邊 對啊 這邊都是海 有酸汁嗎 海鮮 不最愛吃海鮮了 醬汁 走吧 GO 這蒸籠裡飄出來的味道 是溫泉味耶 好期待用這種方式 蒸出來的食物 會是什麼味道 挑食材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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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這邊全部都是海鮮耶 那我可以自己選對不對 對 沒錯 那我想要吃這個魚可以嗎 這個 一隻 謝謝 謝謝 看起來好好吃喔 對啊 看起來 對 還有什麼可以選呢 這裡 哪裡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柿 要 我要這個 好 大家 這個我要 你真的是很愛吃海鮮喔 這個給我 來 這麼多 這個也給你是不是 來… 一起來… 那你來選一個好了 還有沒有其他的可以選的呢 出了 豆腐… 你要嗎 你應該都要吧 大牡蠣 大蛤蜊 大扇貝 大海螺 還有大龍蝦 天啊 也太多海鮮可以選了吧 這麼多我每一樣都想吃耶 而且我們有三個人 是不是要多選一點啊 這裡都是蔬菜耶 妳們看這個 超…好重喔 它這樣子只要200元耶 這個真的可以 它真的很便宜 但我覺得我們吃不完 所以我們還是不要浪費好了 我們看看其他的 那是 豆腐 你要吃番茄好 好 OK OK 還有什麼呢 我覺得這樣子 其實真的已經很多了耶 你確定夠嗎 不夠沒關係 後面還有海鮮耶 對 我們來這邊看看 我想要吃這個 你扇貝 請 請 一試一試 可以嗎 好 漂亮 可以嗎 好漂亮 謝謝 嗨 還有 還有… 還有… 妳還想吃什麼呢 來 嗨 謝謝 謝謝 OK 好 那我們就這樣子 應該是夠了吧 我們再… 我們去那邊請她幫我們煮 來… 來這裡吃飯 不用擔心選好的海鮮怎麼料理 店家都會幫你處理好 因為小冰溫泉是鹽分高的食鹽泉 是日本熱量最足水溫最熱的溫泉 利用100多度的沸騰溫泉水蒸食材 是這裡的特色 哇… 這些海鮮光看就很好吃的樣子耶 開動 準備好了 要吃 終於 準備了 上桌了 好香喔 還有… 還有… 當然有美食對不對 美食 對 看看後面 看看海景 美景 看看我們 美麗 看看我 還是來吃飯 而且其實啊 她花的時間其實不會很久耶 我們其實等了大概十幾分鐘 她就上桌了 我們一起再來嘗嘗 海景妳最愛吃的海鮮 我來… 好 交給妳了 那妳想要先開動哪一個 我當然是想要先吃這個啊 這個是直接用手抓囉 不客氣囉 不客氣了 我們就是… 當地人就是這樣的吃法 烤嗎… 你看它上面的都是汁 等一下… 我想要先吃那個汁 好啦… 妳要喝… 妳真的是… 懂的人就是先喝湯對不對 好鮮甜喔 會挖起來 嗶…這牡蠣也大得太犯規了吧 不誇張 快跟我手掌一樣大了喔 而且青春的時候 完全沒有加任何的調味料 原汁原味 蒸過的牡蠣個頭完全沒有縮小 超juicy的耶 大海的味道完全都保留 實在太滿足了啦 那我吃… 我來嘗嘗第一個魚好了 魚 OK OK 光看那個… 光看那個肉質 就感覺 哇…這個是 所有的味道都鎖在裡面 她很想去游泳是不是 沒有… 因為我是想說 通常魚也是一嚼一咬 它就會就是碎掉 但是它是…它也是有嚼勁的耶 它是不是有嚼勁 它把所有的鮮甜都鎖在裡面 鎖住 鎖住 這個湯真的可以喝嗎 QQQ的嘛 來啊 真的嗎 就喝啊 代表它有多新鮮啊 我們是真的在吃 不好意思喔 重點是這個都沒有加調味料喔 沒有加…那真的還滿鮮甜的 是不是 對 我覺得我們… 我剛剛忘了講一個重點 它所有調味料都沒有加 但是呢 它是很香的 然後是有那個鹹味在的 應該是海鹽的那種 天然的鹹味 太翔我好想要看你吃那個貝類喔 可以嗎 當然可以 我就把它這個… 好會選人喔 謝謝 我把這個特選招給你了 哇 快吃… 快吃… 好有嚼勁 因為它裡面其實很多大部分的那個 那個中間那個圓圓那個背柱 它就是比較多那個部分 所以它咬下去很有嚼勁 都是Q彈的 Q彈的 都是Q彈的 對 它裡面一樣跟那個蚵仔裡面 有一個軟軟的那個東西 它一樣是有點快接釘入口即化 總之整個搭配起來呢 又有嚼勁 然後裡面又有入口即化的感覺 這… 我好想去游泳喔 你… 我想去多抓幾隻回來 來 Yumi 你不吃吃看這個喔 一定會後悔 有嚼勁的扇杯跟鮑魚 不只Q彈Q彈的 還越嚼越香 好 那蔬菜呢 趕快試試味道怎麼樣 來 剛剛大介賞你選的 來… 來… 太軟了 OK… 可以嗎 它好甜喔 好甜喔 你居然吸我手上的汁 很甜對不對 而且整個鮮味都在 就是番茄的味道都還在 我覺得它不一樣的就是 跟我剛剛說的那個 那個是因為我們有加了調味料 所以其實完全就是它 番茄本身的味道 嗨醬 你的愛吃程度 真不是普通的誇張耶 拜託是真的好吃才這樣嘛 政府的方法 將食鹽全的味道都增進食材裡 讓海鮮吃起來更鮮甜 好吃到我連盤子裡的湯汁都想喝方方 吃飽喝足還能到海邊走走 是不是很完美呢 嗨 Let's go 來到雲仙 絕對不能錯過的小冰竹湯 它可是足足有105公尺 全日本最長喔 竹湯還不夠啦 天然的海上溫泉也沒有泡過吧 還搭配一望無盡的海景 真是大滿足啊 更棒的是 我們還要入住300年歷史的日式湯汙 那它的懷石料理肯定一級棒 沒錯 最後一定不能錯過的強情美食是 我知道我知道 強棒麵 就像是台灣的海鮮石井麵 我能不及要品嘗了啦 Yumi Yumi 我今天整個超興奮的 哥那 你說樂透 不是啦 吃來這裡有湯可以泡 有那麼多好吃的東西 我真的不想回家了 等一下 你不要以為雲仙只有這樣而已喔 那還有吃的嗎 你不用滿腦子都想吃的好不好 雲仙是溫泉之都 我告訴你 聽說有一個地方 可以邊泡腳 邊享受夕陽的美景喔 真的假的 沒有啦 因為我們有它 哈哈 嗨 嗨 大家好 年族大街 是年族大街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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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族大街真的好造喔 這是日本的造格 好 因為台灣朋友 你們台灣朋友嗎 對 所以家靠父母 出外靠朋友 所以他是我們日本的好朋友 那我們趕快走囉 走 GO 嗨 大街上 已經有夕陽的美景了 可是 湖湯呢 全都是 什麼 這裡全都是 對 這裡是小兵足湯 小兵足湯 小兵足湯 原來這裡就是全日本最長的小兵足湯 對啊 看起來根本就是一條超級長的地面滑水道吧 而且這裡除了我們這種觀光客以外 還有好多當地的日本人也都會來這裡套竹湯喔 那我們也趕快來跟隨大家的腳步 趕快來體驗竹湯嘛 GOGOGO 好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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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小心 小心 熱 熱 這個 這個有幾度 幾度 105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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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公尺嗎 對 這是怎麼來 摩出來的穩度是105度 然後身體是不正常的 30幾度吧 30幾度 30幾度 是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 對…30幾度 對… 那套這個有什麼功能嗎 有了是 你看 我看 我來… 我來… 有神經痛 肌肉痛 關心痛 50天運動麻痺 然後病後會呼吸 什麼都有耶 你知道為什麼怕冷的 趕快泡一泡會舒服嗎 怎麼說呢 因為你也知道其實只要腳底暖和了 身子就暖和了 你不覺得現在不冷了嗎 有耶 其實我們現在坐在海邊啊 然後欣賞夕陽 但是其實我不覺得冷耶 對 你外套都脫了 對啊 我連外套都脫了 我覺得好舒服喔 真的 好舒服喔 一可吃… 一可吃 可以泡湯 又可以像美景 對 好幸福喔 然後重點是她不用錢 所以一切所有東西都很棒 對 海獎最愛 CP值很高 拜託 海獎 我覺得這裡根本已經是超越CP值 值得感動了 除了泡足湯可以暖和身體之外 還可以邊泡湯邊欣賞這一大片 有錢也買不到的超級夕陽美景喔 這太享受了啦 更重要的是 這裡還是免費讓你進來體驗的呢 對啊 對啊 而且全職又帶有療效 讓我這幾天在國外奔波的疲勞全都消失了 真的太療癒太舒服了 那請問一下 小平文城 日本話的怎麼講 日文的發音嗎 對 你知道嗎 我不會 是…是什麼 歐巴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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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聽叫做馬沒有這張話 不是那個美國前總統嗎 對啊 對 真的就叫歐巴馬 大家送給你們 紀念品嗎 紀念品 是什麼 歐巴馬的毛巾 因為這個是要等一下 我們破完腳要拿來擦腳的嗎 對… 這樣怎麼會對得起歐巴馬呢 很特別 很可愛 好可愛喔 其實他們就是用那個血音 因為就是小兵 就是變起來就是歐巴馬 歐巴馬 他們出錯了 歐巴馬的 這個紀念品實在是太可愛了啦 雖然是要拿來擦乾我的腳用的 不過我想歐巴馬本人應該是不會計較啦 泡完足湯之後 旁邊就是小兵利用當地的地熱做出來的征服DIY啦 喔 什麼什麼 是不是又有東西可以吃了 講到吃的你耳朵就最厲害 對啦 沒錯 你可以在這裡自己動手做征服 不管是溫泉蛋或是一些簡單的食材 都可以運用這天然的加熱法來煮你要的食物喔 像這樣放進去 再把上面的牌子翻過來等待就可以囉 喔 很不錯耶 好適合我喔 不過征服是有開放時間的限制喔 如果太晚來 那就只能拿回家自己煮了 嗨 兩位開心吧 開心 是覺得很漂亮可是 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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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是不夠 就覺得只有泡腳 什麼奇怪不夠 喔 那好了 我帶你們去海山的溫泉好不好 是露天的嗎 沒有錯 那我就跟台灣綠島的朝日溫泉一樣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對呀 泡腳不夠沒關係 走幾步馬上就出現可以讓你泡全身的湯喔 而且啊 這裡不是一般常見的那種湯屋喔 是露天的超級海景溫泉 世海就在你旁邊的那種喔 我已經迫不及待了 我們趕快進去吧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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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我失控了 可是真的都在海旁邊 你手 厲害 我可不可以去穿 我要下去了 不能穿衣服 好穩承 然後就看海邊 太享受了吧 那我們泡到一半的時候 那個海水會不會 對 海水會打到嗎 有時候會 真的啊 就是如果它漲潮的時候對不對 對 還好現在還沒 那我們現在趕快去換衣服了 來… 打妹喔 我們去換衣服 拜託 Yumi你也太激動了吧 看到這片美景不衝動很難吧 而且這裡是鹽化霧溫泉 據說泡完會有保濕 和紓解酸痛的效果喔 嗯 真的假的 那我要走囉 等我啦 我們要下去了 我們要下去了 小心… OK OK 好帥喔 好帥喔 太舒服了 哇 天啊 你看後面 我們真的很天啊 妳家這種講座很特別耶 身體覺得很暖 然後眼睛看了覺得很美 有時候這邊會下雪嗎 有喔 會喔 下雪 對 好美喔 下雪更美耶 真的 太舒服了 我覺得幫我們一整天的疲勞 對 我不是要講康康了 頭都消除了 它可以消除你喔 但是妳知道這邊的溫泉啊 它跟淫仙的不一樣 它是鹽質的 鹽化溫泉 對 那是納豆利姆 對 很好溫泉 因為通常這個淫仙大家都是 就是流氓的 但是它只是不一樣 它是鹽化的 它這個是海邊特有的 嗯 對 對 沒有錯 它是海邊特有的 而且它的風效其實跟剛剛 泡腳的那個 這個差不多 因為其他沒有什麼樣的溫泉 對啊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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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起 泡過了足湯 又泡了海上溫泉 現在整個人都懶懶的 我也是 所以就要請大姐桑帶我們回房間休息啦 這家位於小冰溫泉區的傳統日式溫泉飯店 是在地的超級老字號 已經擁有三百多年的歷史囉 哇 這根本是古蹟了吧 而且保持傳統日式建築跟設計的感覺 古色古香 進到飯店裡就好像讓你穿越時空一樣啊 對啊 光這個招牌就有上百年的歷史 這肯定要來注意一下的 上層 嗨 嗨 嗨 我今天這邊準備準備了 上層 上層的房間的意思嗎 上層 是最好的房間 我們都快去了 拜拜 拜拜 這裡到了 這門 嗨 嗨 嗨 哇 一清門就是和室耶 那我們的 好可愛喔 睡覺的地方在哪裡 這邊 這邊這邊 一人一張床 好小小好可愛喔 睡這裡 好 那我就睡這裡 而且重點是你看 它真的是整個都是榻榻米 對 它連窗戶都是 還是這種紫薑的 維持紙嗎 因為它已經三百多年的歷史了 沒錯 三百多年的歷史 所以你看 它都是一個很傳統的感覺 好可愛喔 其實我覺得這麼小巧的 睡起來反而不安心 很舒服喔 好可愛喔 看得掉了 走 這是個合適 哇 真的全部都是榻榻米耶 哇 你看它的椅子 不是這種會在椅上的 是的 就是傳統的 你看啊 它全部都是這種 紫門 對啊 日式紫門 我們一人開一盤 好 一 二 三 這是可以泡湯耶 而且可以看到海景耶 你看 好漂亮喔 哇 也太幸福了吧 哇 小冰這個地方實在太令人感到幸福了吧 就算房間這麼小巧玲瓏 還是會內建溫泉屋 讓你泡爽爽 而且還搭配窗外美景 邊泡邊享受 這裡真的是很犯規耶 其實剛剛已經很累了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看到又有湯可以泡 整個人又活了過來 所以又給它放下去了 那我必須再跟你講一個 會讓你精神更好的消息喔 什麼什麼 就是啊 等等我們泡完湯出去 好像會有個神秘驚喜 在等我們喔 真的假的 那我不泡了 我要先走了 拜拜 拜拜 又不等我 又不等我 等一下等一下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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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不要開動 怎麼這麼好 還準備了一桌的食物給我們 真的 我已經準備了 好 你先把料都都下去 剛剛我們泡完澡 所以可以讓他們泡完 泡個澡 謝謝 沙沙泡個澡 魚泡個澡 面面泡個澡 好壞 好壞 等一下我們右右台是不是 沙沙泡個澡 完全肉肉泡個澡 好的 都丟下去 那你覺得你要先開始吃 吃哪一道菜呢 那我就先來吃它 請請請 好的 幫你這樣 芥末放進去 我好愛吃芥末喔 我應該就是像貝比是日本人 我覺得這貝比應該請你叫芥末 那你吃芥末好了 嗨 我是芥末 請請請 這是龍蝦對不對 是的 喔 它好Q彈 它好Q彈喔 而且很juicy 它完全沒有腥味 一點點點腥味都沒有 你看我那麼多癲 觀眾朋友不要覺得我浮誇 因為真的太好吃了 這個龍蝦生魚片 可是比有名的伊式海老龍蝦 還要更厲害喔 不止入口即化 它散發出來的鮮甜味 更讓人難以忘懷 甚至不沾醬料 直接吃都好吃呢 這是什麼 這是紅燒 這是紅燒的嗎 還是滷的 紅燒 紅燒的 這個 鯛魚 你這樣看你就知道是鯛魚喔 紅燒鯛魚 它已經告訴我 果真是有在煮菜的 好好好 那這個有煮過的 就交給你來吃了 好 來是這個了 是這個了 這是你的 紅燒鯛魚 新新的 橘彎撈上來的喔 它的口感也是潤潤的很新鮮 潤潤的 潤潤的 然後它的那個骨汁跟它的肉結合起來 它非常的入味 你看 通常變成那個顏色 都已經變成 這樣子 對 都已經 顏色也入色了 可以入色了 入色了 非常的入味 然後也是有一些魚的鮮甜味 然後再加上它那個 紅燒的醬汁 通常非常的棒 不讓Yumi的龍蝦生魚片鑽美於前 我的紅燒魚頭也超級好吃的 因為小冰這個地方靠海 對面就是菊灣 所以食物也多以海鮮為主 才有這麼高品質的海鮮懷石料理 可以享受 真的是超級新鮮 吃完了超強懷石料理 要來跟大家補充一下 既然是間百年的日式湯屋旅店 那麼傳統的露天男女湯 肯定是少不了的 沒錯沒錯 如果從高處看出去 景致又完全不同 真的是非常建議 大家來小冰這個地方 什麼湯都給它來泡泡看 嗨 大家好 嗨 接下來就我們接下來的地方 是昌抱麵街 我知道… 這不是長期特有的名產嗎 對 汽車路有二十幾家店 二十幾家 這麼多 少了一點點 少了一點點 但還是有吧 有很多 我現在已經迫不及在想吃了 沒有啊 可別大意 可別大意 Go…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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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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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長期喔 一定要吃長篷麵 到這邊一定要吃長篷麵 不然就是沒有來過長期 是這個意思嗎 對 喔… 這間店它開了多種 四十三年 四十三年 哇… 是可以當你爸爸了 而且那個 這裡的長篷麵 真的台灣人很愛 很愛 你說台灣人很愛 難怪你帶我們來 而且這邊啊 真的很有日本食堂的感覺 那我要一碗 一碗 我要… 一碗 一碗就夠了嗎 那我也一碗 好 請… 來到長期 其中一個不能錯過的 就是這碗長期強棒麵啦 是的 而且當紅的時候 這個鎮上同時存在 將近二十幾間店呢 哇…競爭也太激烈了吧 所以才會被稱作 強棒麵街啊 而且我們現在要吃的這家店 很多台灣人 也都會特地過來品嘗喔 好… 開動 那我要先吃它的麵喔 好 因為它就是強棒麵對不對 所以… 當然要先吃麵條 哇… 它麵的那個料好豐富喔 而且它的料… 對 它的料好豐富喔 不管了… 所以它是粗麵 粗麵條 來 吃進去啦 橄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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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 因為它的麵條是Q… 很Q Q彈的 好濃郁的海鮮味喔 好濃郁的海鮮味喔 嗨… 好濃郁 好濃郁的海鮮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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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它厲害的地方咯 不只湯頭充滿濃濃的海鮮味 那用料豐富又扎實的程度 根本是想讓你飽到明天吧 就算我還沒吃進嘴巴 光看到日本老師傅的職人煮法 就覺得這碗麵很好吃 看著看著肚子又叫了 要你忍住不吃實在是太難了啦 不理你了 我要繼續吃我的長棒麵咯 那我要來嘗嘗它的湯頭了 你看乳白色的湯頭 好香喔 它喝起來跟日本 因為其實我們到日本最常吃的 就是日本的拉麵 但是它的湯頭不太一樣 它是充滿了海鮮的鮮味 鮮味然後它又是比較濃郁 因為你看看得出來它是乳白色的 它不是那種清淡的 它是很濃郁很濃稠的 其實它聞起來就有海鮮味 除了海鮮味還多了一點甜甜的蔬菜味 可以讓你吃裡面的料了啦 你不是很想吃 可以了嗎 可以 謝謝 豆子 豆子 我不客氣了 有豬肉 有蔬菜 有蝦子 還有那個一咖一咖 魷魚 魷魚 章魚 章魚 小章魚 然後還有這個就是火鍋料 我想要一吃 好 請吃 好吃 它的高麗菜我覺得有點像我們那個高山 高山的高麗菜 它很脆 它會脆脆的 然後有高麗菜 對 高麗菜的甜味 然後還有海鮮的鮮甜味 我們是一個長期人嗎 對 很長期人 就是家鄉菜 家鄉料理 我念著大街 終於回來了 終於回來了 對 因為其實大街先生 他是長期以來 所以現在等於吃到家鄉味 有種想哭的感覺 Nucky Daddy 要哭了嗎 衛生紙 來 一個座一個座 Woo 真的要非常謝謝大街嗓的家鄉 為世界做出了這麼好吃的麵 讓我一口接著一口吃個不停 Woo Woo 能讓你一口接著一口的食物很多吧 不要誇張了你 但是好吃的話 你倒是說了實話 這碗長棒麵 海鮮用料實在又新鮮 來長期不吃的話 真的會後悔喔 好 可以 謝謝 我的朋友們一定要來這裡看看吃 嗯 味道 哦 離開雲仙市之前 還有一個景點也千萬不要錯過啦 是的 就是千石掌望台 這裡不但能夠眺望海景 還可以看到雲仙市的街景 包含著名的雲仙巴鈺 還有溫泉避熱的煙景喔 還有一個絕對不能錯過的 那就是這裡的美食啦 沒錯 像是這裡有名的炸馬鈴薯 現點現炸 外酥內軟 熟透的馬鈴薯 輕輕用嘴唇抿一下 就化開的口感 真的是超級棒的 最後來到長期 不買條長期蛋糕當作伴手禮 怎麼可以說你來過長期呢 嗯 口感細緻又綿密 甜滋滋的好幸福 而且又有多種口味可以挑選 絕對是送禮自用兩相宜的 我們現在來到這邊呢 聽說是楊貴妃曾經有到過來許願的地方 對 這邊呢 它就是重現以前名古屋的老街 非常非常道地的抹茶 搭上豬排絕配絕配太棒了 是不是 我現在才吃一口整個嘴裡飄香 然後再給我一口嘴裡 不想再給我一口嘴裡飄香 然後再給我一口嘴裡飄香 和風油很無敵 那就是一口嘴裡飄香 這就是一口嘴裡飄香 就算是一口嘴裡飄香 那就是有一個很苦惑 你也要去一口嘴裡飄香 我現在是否買了